继续把镜头转到马来西亚的彭亨关丹慈济环保站 来看看最近多了一堆快时尚产物下的衣物 有一些甚至连价格牌都没有拆除 堆积如山的衣物几乎要碰到房顶的天花板 有的甚至连价格标签都还没拆除 这里是关丹的慈济环保站 快时尚予网购盛行 改变了消费者对待衣物的态度 根据统计全球每年生产超过800亿件衣饰 当中就产生了约9200万吨纺织废弃物 而在马来西亚每天呼吸就有200万公斤的纺织品 被视为废物丢弃 加剧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刚好有一个银员联络到吉隆坡的回收商 我们今天要上的货是因为之前新年前 我们有收了货来的 大概是有整十多顿 现在买成衣的很方便 不用去shopping mall 就是手机滑下就可以下订单了 很多时候他们买到也货不对版了 买东西真的要想一下了 是想要还是需要 不让今天的时尚成为明日的垃圾 先从拒绝不需要的东西开始 从而降低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廖敏于马来西亚报导 可以 词 熟 词 小资源